继续来关注彭航州关丹莱纳斯西图厂去留的进展 企业发展部部长拿督斯里李祖安今天重申 内阁已经同意莱纳斯应该继续运作 目前的问题在于政府需要提供处理废料的方案 然而这番言论对于内政部部长丹斯里慕尤丁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李祖安今早在国会走廊被记者追问时强调 希望联盟是一个清商的政府 莱纳斯西图厂应当继续运作 毕竟莱纳斯投资额巨大 政府不能忽视 眼前的问题在于制定妥善处理废料的对策 我们在厅厅前谈讨论在厅厅前 对 它在厅厅前谈讨论 它在厅厅前谈讨论 它在厅厅前谈论 它不太正确 只要把厅厅是不说的 我们在厅厅前谈论的厅厅前谈论 有很多事情要与热气 李主安说得言之招招 似乎西图厂是势在必行 不过内政部部长慕尤丁 却有另外一个版本 他表示所谓的内阁同意 只不过是李主安在内阁上 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 内阁其他部长并没有说可以 慕尤丁教后在国会走廊受寻时指出 内阁尚未针对西图厂去留的问题 做出决定 李主安的看法只是个人意见 并非内阁的最终结果 至于废料如何处置 则交由相关行动委员会定夺 马新社新闻台张亦柔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